維護法治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永遠都是艱難的事 如果你覺得艱難 你就說不做了 你就做個別的事 在做法律界的人 因為他要繼續 如果他繼續在法律界 他就要繼續維護法治 他就不管有多艱難 他都要做這件事 只要做得更多 只要做得更好 他是不可能說法治死了 他是不可以這樣做 但問題從來都不是在於 司法界多努力 或者是 應該是這樣說 現在法治有很基礎的問題 不是說司法機關的法官 不夠專業 或者法律界的人不夠努力 而是有一些 很根本上的法治問題 例如現在國安法 無論你是下至一個區院 去到上至終審法院 你所有法官都是黃的 又或者是對於法治有很大的一個堅持 也好 他都不能夠抵擋到那條國安法 香港的政制 或者香港沒有民主的時候 就很難會有一個真正的法治 沒錯 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會說法治已死呢 不代表我們作為法律中人 我們不去努力 或者是不站在一起 而是當我們認清到 原來沒有民主 就沒有真正的法治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 究竟如何可以達致一個真正的法治呢 我們這一代人會這麼支持香港有主權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要有主權 才可以實現到我們有法治這些東西 資深的司法人員或者法律界人士 是不是應該看一看 為什麼現在讀書的學生 法律學生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我們向來你要法律界 是可以繼續是強 是很堅強 你一定要有新血 每一年進去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 做了很多十年 他做到都覺得是很細孤 他沒有那麼多幻想 但我們都是很靠新入行的人 他有個衝勁有個理想 然後我們法律界才可以繼續強大 如果你是不理 你現在就是資深 然後你不理那班小的 你不理那班學生 你說你亂想 那法律界如何繼續下去呢 是否我們自己反而令到我們法律界沒有前途呢 所以看完你們的專輯之後 這是我最大的感受 因為那麼多同學讀法律的時候 應該是他們對前途充滿希望 但他們就對前途充滿擔憂 甚至去問我為何要繼續讀下去 這是一個很難過的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他們的難過 你不可以純粹說你錯了 你說法治寫是錯了 而是你要去想 為何同學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他們天天見到法庭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法庭的裁決是不單止不公平 而且甚至是沒有想到 他怎樣要維護被告的利益 或者是維持公義的 他們是覺得跟他們讀書法治的理想 那個落差真的太大了 我覺得是否我們在那些資深法律界人士 包括司法人員 是否都要面對這件事 甚至你就算覺得同學說的東西是錯的 是誤會的 是想歪了的 都好 但是他們是真誠說出這些說話 我們就要想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是否我們可以做得好一點 首先一開始看到大家網上說法治而死的時候 其實我心都會蓋著蓋著 因為這是法律界的中人共同面對的 我會說是存在的危機 就是我現在讀這些東西 我接受的知識 老師告訴我 警察是要根據 他只可以根據通略 不可以根據 沒有普通法律 沒有權力給他 他一定要根據這些東西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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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是要一個前提 就是我們去維護這件事 我們要作爭論 去承認這些法律 我們認知的法律 我們是要先接受這件事 就是作為法律中人 前提就是要接受我們那些法律 那些法律 我會想就是那一下是覺得有一點衝突 心裏面就是 為何我會去做一件好像這麼錯的事 就是不是說 你解釋是怎樣做一件很錯的事 如果身邊每一個人都問我 你現在讀法律 你覺得你讀的東西有什麼意思 我會很難跟他說 指出那條法律 然後其實警察守你身 他的權力是來自這樣 他應該是這樣 我自圓其說不到和我身邊的人 為何你自圓其說不到 你說那個規矩不存在 還是說警察不守這個規矩 是規矩和監察 整個的有一堆的東西要去跟從 我等你先說完 不好意思 可以反駁我之後 不是反駁 去跟從的時候 我認為這一堆的程序 沒有辦法好好地證明給我身邊的人看 就是這一堆程序是一個實質上會運行的東西 它會保護到你的人權 它是有漏洞 然後我指出了 譬如警察走一些這樣的法律 能權好像是被剝奪了 但是沒有人見到 好像滑過了法律的眼中 更加難受是我們的老師 我今個星期讀 Crimal Procedure的時候 是一件很諷刺的事 我們的老師是說警察通例 說整個法庭程序的時候 好像是平衡時空 我們問他一些假設的問題 但其實是警察走法律拿的現實中的情況 他會說法官會處理 老實說我讀哲學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老師都不太好 那我就去跟別的學 我的老師是給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真是平常到不得了的事 所以我們反而要探討 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學習的過程 讓我們仍然想做在法律工作的學生 我們應該有甚麼呢 兩年前 香港大學有些講師 想我去幫忙講一堂課 就說那個律師對社會可以做一些怎樣的事 我就說 是否想我這樣說 因為那個現實社會就是這樣 你的理想和現實是很相反的 你如果是教了一些很有理想的法律學生 他到現實世界時不是這樣的時候 他可能會很大衝擊 所以你告訴他一個律師的責任 法治的應該是怎樣的 同時你都要準備到他們會受現實的衝擊 這個永遠都是 我們是否應該有理想 我們是否要面對現實 當理想和現實是有一個衝擊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做 這些是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所以如果是說由你去設計課程 你覺得法律學生 現在應該有些怎樣的準備 其實我個人覺得 你在一個課堂上學到的東西 和你現在走到西九龍財盤法院 去聽審學到的東西 是完全兩件事 大家會看到一個理想和現實很大的差距 而為何那麼多學生會覺得 所謂法治意識 或者會有這樣的呼聲 是因為是一個比較感性的角度 過去一年我就有幸幫學校做法律支援 就是幫中大同學 我的經歷是甚麼呢 就是原來會有些人出去之前 給你資料的時候 他會留一句話 如果我被人拘捕了的話 記得跟我媽媽說我很愛他 或者你會看到你的同學是真的被人拘捕 坐在犯人盤 我印象很深刻的 在十月二的時候 在西九龍財盤法院審929的暴動案 我看到這個犯人盤 可能有五、六個同學 都是我認識的人 是我身邊的人 是有法律學生的 他們可能會跟你說 你們在考犯犯法律的時候 我親身去停經歷犯法律 這些是一個很親身的經歷 令你很感性地去看一件事 你很難很理性地告訴別人 原來香港還有法治 香港還有公義 因為無論你做甚麼都好 無論你怎樣去做義務律師 多麼努力都好 你沒有辦法去將那幾年的青春 還回給你的同學 問題就是在於 原來無論你多麼努力都好 可能之後香港會有進步一天 可能它會重光 監警會可能會變得有調查權 有懲處權 可能有一天香港的政制會變得民主 但你永遠無法 會給我幾年青春的同學 或者我會覺得有很多事情 就是這些不公義的事情 已經發生在你面前 可能Margaret會比較多去看 就是傳媒或者看一些案件 但可能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眼中 他們是一些案件 但在我眼中 他們是我的同學 或者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想在執法者眼中 他們是暴律 或者在律政司眼中 他們是一個被告 但在我們眼中 他們是實在在招職相對的人 所以在我們眼中 他們做的所有事情 或者他們經歷的所有不公義 其實會對我們帶來很親身的一些衝擊 由於是你身邊的人 你的同理心是更加強的 這個絕對是可以明白的 所以說法官不當他們是 沒錯 但這也是為何我們一早 一路以來 都覺得法律是真的東西 是會影響人的 為何在2003年的時候 我們出盡全力 去抗拒這個不公義的法律 這是真的東西 你今天通過了那個法例 如果是一個嚴刑進發 或者是留了很大的空間 去給別人告 你會害人的 法律是會害人的 所以你坐在議會那裡 你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去阻止這些法律去通過 就是為何你要寫評論的時候 你要令香港人明白法律是什麼 當你去面對當年的葉劉淑儀 為何我這麼激氣 因為對你來說就是工作一見 但是當那個法律通過的時候 影響的是有血有肉的人 你做律師也是一樣 對你來說是今天這件案 明天那件案 但是你當事人的命運 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 你要那些古老的說話 你要多加幾錢肉緊 就是因為你知道這些是真的東西 在一段時間裡 可能是不夠人 當這些是真的東西 今天當我們有這麼多大學生 有這麼多年輕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被人拘捕 我們就明白 這些是迫到我們眼前的東西 正是我們要出盡全力去抗拒的東西 作為我可能你嫌我古老 但是我永遠都是覺得 這個政府不應該將人民推到這個極端 而我最痛恨這個政府的地方就是 其實它有很多個位置 是可以不用將人推到這個地步 反而我們每一次當有很多人出來抗爭的時候 一個公義的政府 其實是一個公義的政府 都應該用這個做一個機會 去作為一個社會的改革 是令到這個改革之後 大家可以更加進步 譬如我們就是看六七暴動這件事 六七暴動是比這次我們的抗爭 根本是兩回事 炸彈、周日、周地所謂滿地菠蘿 那群人說明要推翻政府 說明要提早解放香港 那個情勢是不同的 但是在那個情況之下 政府就要去看為何會有這樣的東西 是否我適合了 是否這群人是錯了 就算是整個社會整體 絕大部份人都是支持 這個法律和規劃 支持這個政府 但是他們仍然是覺得 那個社會是有問題的 社會是需要改革的 那你才有七零年的改革 你才有七零年開始的民間運動 你才有七零年 種種香港社會的進步 所以一個政府 不要說它是一個好的政府 就算一個正常的政府 面對一些它認為是不懷好意的挑戰 它都可以用這個機會去改變社會 去改良社會 為什麼我們香港政府不可以這樣做呢 這個才是你最憤恨的地方 我希望我們這一代人 是去珍惜人權 是經歷過沒有的痛苦 會明白有的珍貴 這個是一個實踐 去將我們一旨的條文上的一些權利 以前對我們很多人來說 香港是一個文字 一個詞 但是現在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言論自由 一個集會自由 是一個真真實實在流失的東西 而我們如果現在香港 無論是光復了 甚至有一個獨立的主權 什麼都好 香港人我相信是會因為這些事件 去受到衝擊 受到打壓的時候 去重新建立這個法制的時候 是會珍惜這件事 是會珍而總之的 你的意思就是說 無論是法治已死也好 未死也好 總之你覺得最重要的做法 就是建立一個可以足夠保障人權的法治 是不是這樣 是 但是我不 但是你覺得這件事很艱難做 是不是 還是做不到 還是不應該做 是現在有共產黨的壓制下 我的單一就是香港將會變成 即香港的律師將會變成 好像中共統治下的維權律師 這樣受到那種壓迫 所以你就不想做律師 是不是 不是這樣 那你想怎樣 還是想做維權律師 還是希望不用做到維權律師 不是真的那麼大 我們的態度絕對不是說 所以就放棄 我們就不做律師 或者我做師傅就可以了 我不做一些犯罪的事 如果我們是那麼放棄的話 我們就不會對於身邊 有一些不在乎的同學 那麼大的反彈 或者一些不開心 我會形容 我很尊重 每一位我認識 或者他們做過 我覺得他們是付出了很多的時間 有一次去做學生 他們見完一個 吃完飯又見一個 又見一個 是不斷的 案件後的案件 是做不停的 我很尊重他們做這件事 但是我作為一個 在徘徊前路 就是決定我去不去走這條路的人 我會覺得 我現在如果進去的話 當然我不會後悔 但是如果我進去 我會做的就是不斷去 執行一些 散落一地的人權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你到現在 反而你還是覺得自己 是沒有足夠的經驗 或者沒有足夠的能力 去做這些事 我從來都不覺得 一個人在不同的階段 都要做同一件事 很可能你需要走開一下 去瞭解多一點 我還有一樣 就是沒有人同意我說的 就是我不喜歡法律 是你第一個Degree 以及是你唯一的Degree 因為法律是第二層次的東西 你什麼都不懂 你就說法律對這件事 對這件事應該是怎樣 其實是很荒謬 但因為我們那個教育 是公帑 現在沒有那麼多人 其實美國的痛苦 有那麼多的錢 奢侈 去讀其他東西才讀法律 但我覺得你讀了法律 你覺得有很多東西 我自己還要想一想 你去走開 我覺得絕對沒有問題 反而我覺得社會上 你應該充滿這些人 現在在法律界裡面 你都看到有很多同學 其實他們是在社會上做了其他東西 做了一輪的新聞記者 經常都做一輪 或者是社會工作的人 他們又做一輪覺得 我認識不夠 我自己都是半途出家 是嗎 他們會反過來 所以這些絕對不是一樣 很特別的事 聽著這麼久 我都有一點想分享 剛才我聽到一個位置 挺難過的 我覺得你以為 我們覺得宣告法治已死 是等於放棄 是等於我們覺得很辛苦 或者不想入堂 或者我們完全沒有想否定 那些那麼久以來 我們建立的東西 或者那麼努力的重業權 而我們覺得法治已死 這個宣告是有它的正面價值 它是正面價值 除了一方面 剛才阿伊和阿滴很同意的 就是他們說 因為我們看到上下 我們看到在沒有主權下 我們沒有主權沒有民主下 我們的客觀的限制在這裡 我們第一 我們認識到這件事 而第二 我覺得更加是 就是我們會變了 就是在這個威權 我認用 就是我們跟大教授所說 我們變成這個威權法治之下的幫兇 律師 律師會變成這個制度下的 慘惑或是幫兇 請你解釋為何我們是幫兇 因為中共它需要行這套的威權法治 其實它需要法律從業園 去幫它完成這件事 它需要法官 好 現在我不想做幫兇 那你覺得我應該停止去法庭辯護呢 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做 但我們只是說法治已死 那你認為我們應該怎樣做 我不敢 因為我自己對於可以做什麼 這個問題 我都是經常 不是 你即是說 任何不肯說是 法治已死的人都是幫兇 而且你說任何人去維護 這個制度 仍然是去追求法治 或者做律師 就是幫了這些威權 我這個真的非常迷惑 我真的不知為何會這樣 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它嘗試 當政權嘗試用一個編局 嘗試用一個法律的包裝 令到它們可以對人民 有一個很高程度的掌控的時候 它需要法律去幫它 法律怎麼體現 就是律師去進行 就是法官去進行 對不起 你說大凡法官都是威權的幫兇 我只是說無可避免 他們是很不願意的情況下 我不管他願意還是不願意 實際上他就是幫兇 我不會認為是無可避免 我不管有沒有避免 事實就是幫兇 我會有 我會有這樣的 你的看法是否應該 現在所有的法官就辭職 所有的律師都要停止幫 我覺得這是策略問題 我覺得司法上我們需要都有司法上的革命 當然是 我們不要撈亂了兩件事 你說威權之下那一套所謂法治 就是我們在抗拒的一套法治 所以為何在雨傘運動以來 你記得雨傘運動 說得最多法治這兩個字的人 就是梁振英 他認為法治就是人人要守規矩 人人要守法 如果你是違法的 你就是違反法治 而法治最重要的就是拘捕人 有法就要守 又一定要執法 然後一定要嚴懲 這是他所說的法治 這是我們抗拒的法治 我們說法治不是這樣的 這是用法律作為一個統治人民 去鎮壓人民的工具 這是我們不認同的 所以當我們是維護法治的時候 我們第一樣就要說 你說的那些不是法治 那些是用法律來壓制人 如果我們是每一個法官 每一個執法人員 每一個律師 都是有同一樣這樣的想法 這個以法去治人 這個概念就不能夠成為法治 這個制度不是一個幫兇 為什麼你會覺得 只因為威權 是可以用法律的制度 去壓迫人民 任何支持法律制度的人 都是幫兇 因為他身後是幫忙維繫平衡 不是 我覺得 如果你支持威權 那種法治 即是現在我們的偉大的林鄭特首 正在做這件事 她做這件事 你要同意她 當然你是一個幫兇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維護真正的法律 正如天琦都說 法治是要來保障人權的 這是法治應該做的事 為什麼你支持這些法治應該做的事 你仍然是幫我 我真的不明白 Margaret 我補充一點 我明白 Trevor 說話 我也有認同 有些法官是威權判決 例如之前看到 梁天琦和刑期的刑期 法官就有說到有一段法治 其中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守法 即是他很片面地去界定了法治 沒錯 我們可以博他 但是我歸回到那個位置 為什麼社會上這麼多人認同梁振英 他之流 那些是很brutal 很噁心的詮釋 但是法官說 當由法官那把口說出來 同時有更加多人去接受 我們去反駁他 沒錯 我們可以去做好反駁 但是我們做反駁的時候 說服不到那一大群人 因為那一大群人冷淡 那群人對於一個公義社會沒有憧憬 我相信大眾最覺得苦惱 或者覺得最辛苦的位置 就是認為法律界仍然認同 我們所辯護上的基礎 我不是說所有人權的說話 那些都是廢話 但是問題就是 例如我們立法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認同法律上的元素 去做一個辯護 有這個元素沒有的元素 去做這個辯證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是 永遠是會 要當作這個真正的事 當作這個真正的事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你要當作這個真正的事 這是最痛苦的事 就是當例如暴動罪 我們看到 這樣模糊的定義 這樣從非法集結到暴動罪 然後法官又這樣揣釋 然後你以後的案件 又要根據法官的離譜 你以後的喘息 去說這條暴動罪的時候 而大眾是 你的律師 是沒有辦法 可以直接 那你本人做過甚麼呢 我們只可以跟身邊的人說 是嗎 但我們每一個人盡自己的努力 不可以做甚麼 我明白Margaret 你做的事是影響了很多很多人 不是影響很多人 而不是這個意思 我可能影響不了任何人 但你的同學 我仍是兩年前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暴動法是不對的 這個六、七年通過的暴動法 是一個不公義的法律 還有你六、七年 是沒有人權法的發展 現在你經過這麼多年 五十年 你這麼多人權法的發展 你是應該改革這個法例的 但是我們的大學 是沒有做過這種工作 我們守都守不到 於是你的同學 你的師兄 一、兩年的師兄 我們坐過來要去研究 怎樣去改革這個暴動法 所以我們就做了 我們亦發表過一些 我們初步的結論 用中文、用英文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除了表達不滿之外 我們都要做 你做得對要做得不對 你做得成功要不成功 你都要做 但我們一定要同意一件事 就是法律是真的東西 所以你在通過法律的時候 你才要這麼認真 如果你打算這些都是先說的 你便不會認真 但當你知道法律是會影響人 是一種真實的東西的時候 你通過法律的時候 你審議法律的時候 你便很認真 你當人不讓你審議法律 不讓你去聽市民的意見的時候 你便要說這是違反法治的精神 但是如果有一條現存的法律 它實施起來 大家開始看到這個法律是不公義的時候 你便要推動 本來律師是在這個法律的應用的時候 作出一種辯護 現在我們大學 或者是我們的法律學者 是會不停地審視這法律 其實法官都有一個這樣的責任 去審視這法律 是不是在法律應用的過程裡面 是暴露了這些法律的不公平 我們便要改革法律 所以事實上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為何我覺得有時候這麼苦惱 就是要做的事情是很多 但做事的人永遠都是不足夠 其實反而我會覺得 外面的人一開始就給了太多預期 律師或整個法制 那你便要改變這些東西 你便要改變這些東西 問題是 如果以前的對手是一個港英政府的時候 他就算是做一些諮詢 假假的都可能會聽 但現在如果面對港共政府 尤其是梁振英之後 後梁振英時期 一種這麼瘋狂的打壓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就算去做一個 給一個改革的建議 就算我們自治哼槍 但仍然都會石沉大學 你自治哼槍是不足夠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不認同就是不做任何事 但我亦都覺得如果做事 怎樣說 我們要清楚告訴別人 我們做的事 其實只是在拖慢法制的消亡 死亡都是 我們生命只不過是死亡的拖慢 你拖慢一點 就會令到很多人不用死 但我會形容就是 你都同意要做 我其實同意是要做 我們應該要除了防守 我們好像在做的事情 就是守住最後一個防線 好像AY說 其實AY不知為何大家這麼多時候都會笑他 其實他說 我開放我的身體 其實律師就是在做這件事 你要成功 你的政權要想在我手上 拿走那些人權 那你才要過我這關 其實他說的話沒有問題 但好像真的一個防守 一個式 我們要做的 我們除了防守 我們還要正面去推動法治 而怎樣做的方式 我覺得就是我和Margaret 可能有一點分歧的地方 我剛才都想跟你說 我不好意思先 因為我一向都跟大家說 我是很尊敬的 不如現在不尊敬了 多謝 我反應跟你一直以來在做的事情 不要緊 但是我所說的幫兇不是一個責備 而是一個演繹方法 是說你的立意和結果是做不到 你的立意可能… 那你用幫兇這個字用得不準確 不過不要緊的 很多人… 那你會成為了這個政權 這個威權法治的一部份 那我不認同 我不同意你說我是威權的一部份 我非常之介意你說我是威權制度的一部份 不可以這樣說 你不可以否定你會變成了那一部份 我當然否認 為什麼不可以否認 為什麼一個維護真正法治的人 是會是因為維護真正的法治 會變成威權的幫兇 我… 威權要維繫現在這個平衡 現在我是給他維繫這個平衡嗎 你是不住要去挑戰他這個制度 你不住挑戰 為什麼我要去寫 告訴你 我聽法官司法獨立是要有這些元素的 你現在是缺乏這些元素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就是你不停地要去挑戰 你律師也是不停地要去挑戰自己 這個為什麼是一個幫兇呢 如果你說我是幫兇 請問你在做什麼事 那你就說 唯一我們應該做而不是幫兇的 就是推翻這個政權 所以我們應該將所有的努力 去推翻這個政權 我也想知道你打算怎樣推翻這個政權 因為這樣說 我鼓勵曲你的專欄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說 如果我們可能知道 終於有一天來到 我們無法不承認 法治應是無可為 到時我們就可能要拋棄這些 假法黑暴 法律的典籍 那我儲惠後投身革命 沒錯 之前我們有美元的責任 但我覺得那天其實已經到了 那個危機已經到了一個位置 那個是迫在未至的 OK 那我明白 現在Travor 你的位置 是跟他們兩位不同的 你覺得我們已經到了這個位置 我們應該 我講了幾句話 我絕對是想過是說 如果我覺得 是真的要去到這個地步了 這個地步是不是theoretically 理論上是否不會來到 不是 因為在理論上 兩樣東西都可以發生 是不是 所以到了這個 我要講的就是 到了這個地步 你要放棄的時候 你就放棄了 但是未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你仍然是有責任 去盡你的一切的力量 令到這個法治是可以得到顯張 所以 現在這個位置 會不會慢慢讓它變成 最後要變成 還是我們應該做多些主動的事 令到它 你跟馬克思主義一樣 即是說 不是小好 乃是大好 是不是 社會越腐敗 我們應該捕它更加腐敗 腐敗得快些 等更加多人 等更加多人 例如馬克思主義 你剛才說 難道我們明天要所有的 主動師全都一起辭職 然後去 其實我覺得 為何不給它 我絕對不是說 我認同這種做法 而是說 不是的 我們 還是覺得 應該這樣想 或者這個方向 一定不合 但我覺得未必 對不起 對不起 Trevor 我覺得 你這個結論沒有什麼基礎 你真的說 我們就 承認 不是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你告訴別人 現在這個 已經是和平 沒有希望 我們現在 就要去革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不是說 你怎樣 給它一想 革命是不能給它一想 革命是很多人流血的事 已經有 已經有 十萬人 或者少一些 或者多一些 已經流血 所以我們是 感覺到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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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fering 已經發生著 以及一直發生 我想我們想知道的 就是Margaret 你覺得去到哪個時刻 就是你覺得 可以扔下那個 假髮 或黑袍的時候 我認為不是現在 那 會不會有盡執嗎 我覺得當你說 是法治已死 現在我們真的說到真正你想的事 你認為這個時刻已經到了 是不是 你認為這個已經是 應該放棄法律 去革命的時候 不是 我是說 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是覺得到了這個地步 那我們大家是沒有交談的空間 因為你覺得這一切 我們都要等低了 我們不是要等低 而是 Margaret 如果你覺得 其實會有這個時刻的到來 的話 你會不會有什麼標準 或者準則 當然不會 因為當這些時刻來臨的時候 它一定是自分證 但總之你要說 我們不如想想 可能現在是革命 可能不好 革命不是這樣的 所以不要輕然革命這件事 因為你不是一個人的革命 是要有一齊的革命 所以這些 你要想得很清楚 不是說 我明天去不去法庭 我覺得對法治深淡了 我就要放棄法律 不是這樣的事 所以我不介意大家是這樣想 我覺得大家去想 說應該去放棄了 應該去放棄這個制度 我們應該去推翻這個政府 好了 我們應該說香港獨立 這一切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正常的討論 但是當我們要說 我們現在怎樣行動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想法 不是可以說 就是三言兩語 我們覺得法律制度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就可以做 是不是 什麼叫法治呢 行政機關自動去守法 受到法律的約束 是尊重法律 立法機關 是要在立法的時候 要保障人權 然後司法就是要去 給法律一個解釋 令到如果是政府 是踐踏法律的越界的時候 會受到阻止 而立法是通過一些違反人權的法例 法庭是會將它否決 我們是這樣想的 但如果每一個部分都做了自己的事 我們哪需要爭取 法治已經在 但是無奈不是這樣的 永遠都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永遠都要去爭取 如果條件是越來越差的時候 你爭取就越來越困難 但是什麼時候都好 在法律界裡面 永遠是有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說 我和我的法律 和這些人權 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因為任何一個自由社會裡面 都有一些法規 你譬如合約精神這些東西 你的經濟活動 你都要有這些 我自己是喜歡做這些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公法就變成越來越難了 因為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 你要去挑戰政府 是越來越難做的一件事 或者我很快說一說 對於人權律師的看法 就是我會覺得 Eve這樣說 就是我們現在 譬如她展示給我們看 就是她塞了《國安法》下來 Margaret 就會形容她的條件 越來越差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 上限就是這麼高 在一國兩制之下 上下法治生存空間 就是三權分合的生存空間 就是這麼高 就是好像一個人 一米七那樣 你叫她去打NBA 其實是一件好 是真的做不到的事 為什麼這麼多學生 我們這一代人 會這麼支持香港有主權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要有主權 才可以實現到我們有法治這些東西 不是說我們對於這件事 我們不放棄 不去追求 我是反而去形容 覺得每一個律師幫著 每一個實實在在受苦的人 其實是一件很壞大的事 就是你幫她減輕當刻的痛苦 但是我覺得這件 減輕當刻的痛苦 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想我們的無力感很大程度 甚至可以摧毀了整個香港的惡法 明白 這個無力感是 無論法律界走幾多次黑衣的遊行 甚至乎她不需要經過立法會的審議 你不需要交融合修正案 因為她根本不經理 的情況下 我們會覺得 現在體制內做到的事情 實在太有限 有限到我們有很大的無力感 第一 我不覺得 我們就因此 你都沒有用 做什麼來做 你黑衣遊行都沒有用 那你不要遊 或者你去幫她辯護 都是沒有用的 法官都不會理你 那你不要幫她辯護 很多事情 我們知道是很艱難 仍然都會做 當然是不夠好 因為當你在一個這樣的政權之下 你是很難很難 有一個真正的法治 譬如你在同一個制度 同一些法理原則 同一些案例 你在英國 在美國 在加拿大 在澳洲 你都會得出這樣的結果 但是去到香港 你得不到這樣的結果 為什麼你得不到這個結果 因為法治有很多事情形成的 其他部分是死了 所以你就不單止說 我要在法庭抗爭 我要在立法 要在全社會抗爭 事實上要去到這一步 我們要用一些抗爭的行動 我覺得已經很對不起我們大家 因為這些事情 本來就是一些given 本來就是人的權利 但是要我們年輕人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但是你怎麼說 當我們遇到很大的困難的時候 問題就是怎麼做 你可能覺得 吳可兒 你現在這麼說 你現在幾十歲 你不是在讀大學 那些不是你的同學 你那些 你只是很疏離地說 我跟你說 我不是很疏離地去看這些 沒有用的 因為你不會相信我 你會繼續說 你是幫兇 但我不要緊 你認為我是幫兇 與否認為我是幫兇 都是一樣的 因為法治這件事 你如果是要去爭取 你就要出盡一切的力量去爭取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 大家都沒有異議 不過我們有些同學就覺得 你一天是沒有不獨立 你一天沒有 反過來 你一天沒有民主 你就不可以有法治 同意 你是不能夠獨立 香港不能夠獨立 你就不能夠有民主 這個就是有大的爭議性 但是假定你是同意 如果我們不獨立 香港不獨立 就不會有民主 是這樣的事 那你是否說 要現在我們 所以首先要爭取獨立 然後才反過來 我們跟同學說 對不起你暫時先犧牲 都不是 無論你怎樣去爭取民主 用你的方法去爭取民主 你仍然都是要面對 現在這種情況 我想這些大家都沒有異議 問題就是我們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好 剛才天琦說了社會是冷淡 社會是虛無 社會是不明白法治是甚麼 就是這些 我們就要去做 你知不知道我寫了幾本書 去說 令到由法庭是很疏離的經驗 怎樣令到人更加明白這些經驗 你要逐步去做 譬如現在你有這麼多義務律師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看 就算你去看我們的Facebook 你都周圍會看到 那些人是越來越明白 而我們都要不停去看這些事 但最後我完全同意 你沒有民主 法治是不可以糾纏的 我會形容這是一個整體之爭 不是可以將法治 法制去切割了 由社會去切割出來 主權、治權、民主 一個自由開放的空間 是我們在滋養法治的一個條件 我們要爭取這件事 就像Margaret所說 其實我們沒有得 其實我們一定要去創作條件 就是那個三權要有它的條件 可能在一段時間裡都會很辛苦 但是更加你需要每一方面的人 譬如我現在覺得法律沒有什麼前途 我情願去做其他事 你做其他事都可以幫到香港 因為法治只不過是最尖頂的一件事 你的社會要有很多很多的條件 譬如就算是法律 你讀法律 你真的要一個受了很多訓練的人 然後你才是一個好的律師 更加你才可以做一個好的法官 這些這麼多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社會的基礎是怎樣的 當你的社會仍然存在很多不公義的時候 你的法制根本是烏梨丹刀的時候 你的政制是烏梨丹刀的時候 你讀法治是沒有辦法獨善其身 其實對於現在法律界或者司法界 應該給大家一個怎樣的印象 其實我個人覺得義務律師或者是 法律界很多人 無論是議員或者義務律師等等 其實他們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其實你問我 他們除了繼續打石仔去做 他們現在做了一件工作之後 有什麼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呢 其實我都很難可以回答你 可能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有限 再加上就是我們的位置 只是一個法律學生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美光丹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身位 去做更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評論 就是作為我們 作為法律界一分之 我們還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 我想這件事 Margaret是會有更多的不同的意見 但我反而會有一件事想說 就是剛才聽到Margaret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在現在的身位去努力 到不需要流血抗爭的一天 我們都可以得到民主或者真正的法治 其實我想在2014年 我們是曾經有這樣的幻想 或者我們覺得和平的抗爭 都是有朝一天我們可以達至到真正的普選 或者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法治 但是為什麼現在會越來越多人 投身沒有那麼和平的抗爭的時候 其實問題就是在於我們看到 原來我們無論幾個和平 坐足79天都好 我們都見不到一個真正的民主出現 反而是法治是每放越餡 所以我都會很想知道 為什麼Margaret可以這麼樂觀地去看 原來有一天可以 只是單靠法律教 或者是公民社會現在做的所有事情 我們有一天可以光復香港 而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沒有這樣的樂觀的心態 或者很難可以說服到我 就是可以靠我們現在的打石仔 你最終可以達至到真正的法治 我不是說和平抗爭是沒有用 沒有意思 絕對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同樣有那種失望 就是共產黨去應對你和平抗爭的想法 我會說是一種好像養著你 讓你給你一些空間來抗爭 給你一些空間來我們去發聲 然後就令到那件事的民怨可以消散 就是一種是治水的方式 但是這種在習近平這幾年來 或者16年之後 他們是換轉了不是去疏道 而是去減生地壓住你 他們看到的 即是他們的看法是 如果我一樣 這幫人就得寸進尺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 做到你們 我不敢說會不會像新疆一樣 因為都很誇張 但是我一定要用鐵碗打壓你 好像現在國安法一樣 我一定要嚇責你這幫人 我一定令到你不敢出聲 而其實和平抗爭 譬如看回以前去蘇聯時期 在捷克 我記得看這個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兄》裡面 那個主角是 我很感觸就是 他被要求去簽一些東西 去說自己是 以前說過這些冒犯了黨的東西 是要收回的 但其實 他打壓公民社會 為何他現在打壓教育界 打壓知識人 知識分子 他同樣一手打壓勇武 一手打壓公民社會 因為公民社會就是去支持的能量 就是去支持這幫走得很前的人 我覺得是相負相成的 就是要給公民社會 是要一起向前走 就是給這幫人 就是我們尊重 和會繼續支持你們 來支援你們的抗爭 他們做的事 無論做得是 甚麼行為都好 如果那個想法是 不是說他們無底線 傷害其他人 我不會這樣覺得是這樣 但是 如果他們做的事 是經過自己的心知熟慮 是一個自己願意負上的成本 就是Margaret正人所說 我們要做的就是 公民社會要去污名化 政權不會想污名化 恐怖主義就是污名化 不是暴徒 但是政權要去暴徒 還有實質上的成本 我們一定要嘗試為它減輕 就是刑期 政權想判得更重 我們一定要爭取減刑 這個是我覺得實實在在 公民社會做到的事 而放遠一點點看 就是公民社會怎樣看 看法制是怎樣 是一個抗衡 其實是對於梁振英那班人的一個抗衡 他們是不會改變到 對於一個如果有法制有這樣的想像 如果我們可以解釋到 如何為一個公義法制 每個人應該有甚麼權利的時候 他是不可以去衝擊到想像 但是我覺得 現在去到一個樽頸位 有兩個樽頸位 一來香港 有一班人已經是歸入變 不是說他們很紅 或者是必然是很難 但是如果經歷過去年的事件 心靈上的震撼 仍然是無動於衝的時候 我是會覺得 這班人是沒有甚麼 不是說他們一定不會 我們可以 不是說教化 不是一定會 可以灌輸到一些我們的訊息給他們 但是是一件 那個cost很大的事件 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 另一個樽頸就是 政權 政權怎樣去 用暴力的方式去鎮壓我們的時候 同一時間是用一些 所謂 好像很孤面堂皇 就是將整個的國安法 塞進附件三 然後基本上 改寫了你基本法的時候 即是他用一種這樣的方式 去同一時間去證明自己 是一個legitimate 的 ruler 同一時間去建立自己的威權 建立自己的恐怖的統治 我們沒錯是要反抗 也不可能 因為失望或者失敗 感覺失敗 就不反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是說不通的 沒有人可以說得通 無論是和平抗爭者 勇武抗爭者更甚 如果他們覺得害怕坐十年 就不出來 他們一定是 但你不害怕不等於說我 他都願意坐十年了 我不用改革 不可能這樣 我的看法就是 客觀上 改革的空間 在共產黨的統治方針 和香港人的反抗情緒 的互動之間 必然會越來越小 亦都是 無可避免 只要說 而 和香港人 要和香港人去坦白 再談改革 再談革新 這件事 是不再實際 我想很簡單 就是 我有看到Margaret 你本《拱心蛇下》 你有說到 你03年的時候 面對23條的風波的時候 你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七宗罪的小賊子 包括在議會裏面打石仔 做不同的關注組等等 過去我們看到反修理風波都有做 甚至在國歌法也有很多人做類似的事情 03年我們50萬人出來遊行之後 或是在立法會或各種工作 我們成功可以阻止這23條通過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基本上 立法會都不需要過的情況下 我們還有多大的空間 可以阻止這條國安法的通過 我想我們不是說我們不去努力 而是我們會看到 在體制內可以抗衡到 或者是司法 或者是法律界 可以做到的角色 越來越縮小 空間越來越小 這就是我們想去指出的東西 不是說司法界不應該努力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是有個上限 我覺得其實我們是很接近的 雖然我情願大家很不接近 大家可以辯論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們大家是很接近 可能我們兩家都是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你們好像有一個形象 有一個形象就是 這些法律界的人 將那個司法等得好像很神聖 對它很高期望 其實這個是不真的 就是法治向來都是一種很人為的東西 裡面是很多白控千瘡 如果你就算去看小說 即是說法庭審案的小說 你都知道法官又喝醉酒 又有些什麼什麼 就是我們是沒有幻想的 第二點就是 我覺得其實 為什麼我們說我們靠近呢 你不想否決法律界做的事情 我們亦都不否決用武的抗爭 其實我們大家都沒有否決對方 我們只不過是說 在當下最重要的我們要做些什麼 這個當下我們最重要的做些什麼 的確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但是我有幾點 所以今天很難很清晰地說出來 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去討論 但是我想說的是 第一 第一 香港是到了一個地步 是我以前是完全是沒見過的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 只是肯為自己的信念抗爭到某一個地步 那這個人是永遠不會成功 因為只要你是沒有底線的妥協 你很快就去到底線 所以每一個為 無論是為自己的土地 或是為自己的信念抗爭的人 到最後 都是身邊要有武器 為什麼我們要說法治 就是你看看在Running Mead發生了什麼事 當諸侯和皇帝要和他約法三章 那些諸侯是拿著武器 即是說我們是願意用我們的武力 願意用我們的流血 用我們的生命去保護這些東西 要爭取這些東西 那你的爭取才有意義 如果你不是預備去用你一切的力量 包括你自己的生命去爭取一件事 你對著一個強權 那時候的皇帝的權力 你是不會有位置 這不是我不明白的事 是因為我很明白的事 我是不想見到這件事發生 我才說 你這個人 如果你去破壞法治 就會流血 就是為什麼我們維護法治 為什麼這麼慾緊去維護法治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法治真正崩潰的時候 只有流血 每一次都是這樣 你以為大憲章是一束即至嗎 一點都不是 簽完之後過幾年忘記了 又來過 就又要去威脅過他 所以都是不停的抗爭 是要用自己的一切去抗爭 但是不等於我想你犧牲一切 你明明是Travis 你有這樣的決心 不等於我想見到你要處在這樣的地位 所以作為一個上一代的人 我便希望盡一切的力量 令大家不要去到這樣的地位 因為不需要再說下去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但是同時我亦都希望 那些預備 我講回以前 直至到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是一個分水嶺 直至到雨傘運動之前 我們仍然都是希望 政府照合理的事去做 雨傘運動的分別 就在於說我們是我們決定的 命運自主 這個是 那個雨傘運動 和魚蛋革命 和今天的抗爭 那個分別 就是在於 是不是和平抗爭 有沒有底線 是在於這裡 如果是6月9日 103萬的人走出來 如果政府是一個正常的政府去想 我們已經不需要有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 就是每一個機會都放棄了 但是你看到 是和過去不同的 就是抗爭 我們有很多次都是這樣 就是說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香港人怎樣要爭取一個香港 一個中英聯合聲明 是會保障到香港的原有生活方式 這頭簽了一個中英聯合聲明 大家又拜拜了 去各自做事了 2003年 2003年又是威勢勢走出來 舉議員奇蹟奇蹟 就是阻擋到這個惡法 完了之後 大家又去放鬆 但是今次是一個例外 今次是香港人怎樣都沒有放鬆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 是前所未有的香港 但是你同時反過來 就是當我說沒有底線的妥協 你不如現在不要抗爭 因為你不會贏 但是另外一方面 當我們去看著一個武力抗爭的時候 我們要很小心吸取別人的教訓 我早幾個月就是講南非的情況 南非的情況 曼德拉就告訴政府 我們在這個議會在憲制之下 做了這麼多事情去爭取這個種族的平等 去爭取民主 當你是爭取不能夠移動到他們半分的時候 那個要求用武力去解決問題的聲音 一定會越來越大 但是為什麼他這麼怕 曼德拉其實用了很多時間 去猶豫是否應該走出武力的一步 就算他決定了走出武力的一步 他都是一樣東西 我可不可以用最少的呢 起先你講Sabotage 我們是否只可以破壞建築物呢 就算是人命 是否可以減低到他每一步都是這樣想 為什麼曼德拉每一步都是這樣想 不是因為他悲天敏人那麼簡單 他是一個政治領袖 因為他知道暴力這件事 武力這件事 尤其是游擊這樣的情況 是易放難收的 是會很快就你失控的時候 就變成你很難知道你會爭取回來的那件事 甚至是爭取不爭取回來的 所以每一個我們要去到這個當口的人 我覺得我們是要很小心地去想 我們有決心是不足夠的 我們一定要有頭腦 因為我們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求法治 為什麼我們要求民主 因為流血是很可怕的 暴力是很可怕的 暴力是易放難收 是很難控制的一件事 所以不是說你不會走這步棋 不是說你不可以走這步棋 而是說走這步棋 是一步很險的棋 我們必須要知道 我們的力量在哪裡 我們會去到什麼的位置 聖命 犧牲我們的聖命 是我們自己的聖命 但當我們犧牲人的聖命的時候 這是很大的責任 尤其是我們最終 不是說迷醉 是說我犧牲 而是我們有一個要求 我們有一個目的 我們這個目的是光復香港 如果我們全部被人拘捕死了 而是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 這些犧牲是我們對不起自己 所以我們走出這一步的時候 同時你要想很多事情 我覺得現在我們是想得不足夠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我們勇敢的年輕人 是要用多些時間 尤其是你現在不能出去打的時候 更加是需要去想 而我們這些人 我們武力去勇武的時候 更加需要製造一種香港的環境 要用我們的方法去抗爭 令到這些流血是不需要發生的 到最後我的願望會否達到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一定會盡我自己最大的動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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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